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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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他们也很值得拥有这个奖项 尤其是阿患 其实未入行之前我都已经留意到他 我觉得他每一次的角色和每一次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尤其是我入行后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也觉得他也很值得飞跃 但你今年的飞跃也很大 你觉得哪个奖项你最大成数 最大成数? 真的没想过 到时那一天就知道是哪个奖 10强名单以Gigi、闫名熙的出现最有惊喜 由歌唱界杀入世界 Gigi有没有机会得位呢? 《非约女艺园》 Yeah… 闫名熙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首先要很感谢大家的投票 我都没想到我竟然会进入这个系列 是的 那自己继续加油吧 是 当时一听到的消息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的? 是震惊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想过 然后呢 因为我只是拍了《青春本》 我就想不到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系列入面了 所以 虽然希望好像不太大 但是也要为自己打气 也多谢大家对我的打气